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小熊手维交视频 然后呢 又是一周了嘛 对不对 然后我先放几幅就这一周画的这些作品吧 就是这种半写实 半创作的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就跟标题相符嘛 小熊教你如何泡妹子 对不对 然后这是这一期的完成稿 大家可以看到 确确实实是个妹子 对不对 然后呢 画这种作品之前呢 一定要先骑草草啊 因为它就是比较偏写实嘛 如果你那个五官什么的不到位的话 你画出来就比较难看 然后呢 由于时间原因呢 我就给大家骑好了 然后就放这儿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就直接跳过骑草从上色开始吧 这一期 然后这一期也是给大家好好讲讲嘛 对不对 要不然大家一直说我 小熊你他妈真坑啊 对不对 天天光人的讲段子啊 画画的一点也没教 对不对 然后这一期我就给大家讲讲 好 现在呢 是给大家画那个底色嘛 然后呢 这个人物铺色的这种底色 一般是红加橙 再加点土黄什么的 就是多加水调进去嘛 然后呢 这个铺底色的过程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快 准 狠 就是说 这个画干的很快嘛 大概整个铺底色到抠细节 就是这之间的这个时间呢 控制在十至二十分钟左右吧 对不对 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快 因为你要是慢的话 它那个底色就干掉了 干掉之后你就没法再往里加颜色蕴染了 对不对 然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快点 然后呢 扣完底色呢 我一般是先从鼻子开始画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鼻子 你就要先把鼻子的颜色确定了的话 是比较能控制这个整个画面的这种色彩关系嘛 对不对 因为鼻子是 毕竟说是最突兔的一个点 有人 有些人就是先从眼睛画 但是呢 我觉得毕竟眼睛还是算人脸上就是比较就是比较暗的一个地方吧 然后如果如果你先从眼睛画的话 我觉得就是如果对色彩把握不到位的话 你就画着画 你就不知道那个颜色深浅怎么控制了 然后反正大概就那个意思啊 大家听懂就听懂 然后听不懂了 我就一会再给大家讲段子吧 然后呢 现在还是一点一点的就是加细节嘛 对不对 就跟大家画素描的时候是一样的 然后呢 总说呢 我还是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吧 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天呢 有一只小白兔在森林里迷路了 啊 小白兔迷路了 小白兔非常可怜 他迷路了 小白兔就走啊走啊走 碰到一只小黑兔 然后小白兔就去问小黑兔 小黑兔哥哥 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样才能走出森林啊 然后小黑兔哥哥呢 也是非常的和蔼大方 小黑兔就说 呵呵呵呵 小白兔 你跟哥哥嘴一个哥哥就告诉你 然后呢 小白兔就跟小黑兔嘴了一个 走完之后 小黑兔没有告诉小白兔怎么出森林 然后小白兔又伤心又沮丧的继续走 走走 碰到一只小灰兔 然后小白兔就去问小灰兔 小灰兔哥哥 怎么样才能走出森林啊 然后小灰兔就说 呵呵呵 你跟哥哥嘴一个哥哥就告诉你 然后小白兔就跟小灰兔嘴了一个 然后小灰兔呢 也没告诉小白兔怎么走出森林 然后小白兔又沮丧又寂寞 继续走啊走啊走啊走 最后小白兔自己走出了森林 然后走出森林之后呢 第二天 小白兔怀孕了 对不对 然后你们是不是想问小白兔怎么怀孕了 其实这个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你跟哥哥嘴一个哥哥就告诉你 哈哈 好了 这个动人童话讲完了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开始画那个眼睛了嘛 对不对 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所以说大家画眼睛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画细细的画 就是有什么细节画什么细节 这样就是整个画面就是那个档次就提高了不少嘛 对不对 然后有些小伙伴们就问我 小熊 为什么你能画成这样 我却画不成这样 非常简单的原因啊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打游戏的时候 我在画画 对不对 然后你在泡妞的时候 我还在画画 这就是为什么我能画出来 你画不出来啊 然后那些想好画画的小伙伴们 是时候应该放弃点什么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一星期更新一期嘛 对不对 我这一星期 画的差的先不说 我就能拿出来 这就邦邦邦邦邦 四伏 还几乎都是写生的 对不对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是多么用功努力了 说回来多少有点小羞涩啊 然后呢 怎么说呢 就比如说 平常你们喜欢打DOTA 打落落 然后你们就可以不打了 对不对 可以去画画嘛 对不对 比如说你们平常去泡妞 对不对 你们可以不泡了 可以去画画嘛 对不对 比如说平常在宿舍的时候 跟自己左右手吸气的时候 大家想想 你跟左右手吸气的时候 我在干嘛 对不对 我也在跟左右手吸气玩耍 这世界上啊 其实没有有才能的人啊 所谓的才能就是那些人用时间换来的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争取被别人称为传说中有才能的人嘛 对不对 得用你的时间去换来这么一个单纯 而又美好的称号 嗯 这时候有人可能会问了 嗯 如果如果我努力了 还是没画好画怎么办呀 然后这时候我就会说了 对啊 你努力了 是不一定能画好 但是呢 你要是不努力 你就永远画不好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世界上很多事 然后只要有机会 大家一定要去拼命的去尝试一下嘛 对不对 尝试并不一定能带来收获 但是你不尝试是肯定不可能带来收获的 啊 我爸爸经常这么跟我说 所谓的机遇和才能 永远不是轻而易举能够获得的 对不对 小伙伴们 顺便求硬币 求积分啊 小伙伴们 大家给力起来 让我心暖暖场吧 对不对 我现在冷死了 对了 小伙伴们 我要过生日了 如果有哪个小伙伴 愿意给我打包送个妹子过来 我会非常开心的 最近左右手感觉有点酸呀 啊 看来是时候需要一个妹子了 哈哈哈哈 不想送我妹子没关系啊 那你就为这个视频送个硬币给我吧 我也会很开心的 对不对 送个硬币 祝我生日快乐 哼 开心 然后呢 今天特别嘉宾呢 依旧是章鱼哥 然后呢 还来 还请来了另一个小伙伴 然后这个小伙伴是我最近才发现的一个小伙伴 他叫 叫什么来着 啊 叫野员新之助啊 哈哈哈哈 然后好 下面有请他们来给大家做一段 呃 激情的 呃 什么来着 我也忘了 大家好 我是小新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我最好的舞蹈 大象舞哦 大象 大象 你的鼻子为什么这么长 妈妈妈说 我的鼻子就是这么长 赵云哥 你觉得我跳得好不好看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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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一期大家很踊跃参加了 一共一千三百多楼吧 然后我看着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简直惊呆了 啊不对 我和我的小伙伴 对 简直惊呆了 然后呢 这一期呢 依旧是上手页就筹缘稿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上一期说了 如果硬币过两千放菊花照嘛 但是 还差一点点哦 所以说这一期就不报菊花照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一期呢 还是上了手页就从评论区抽一个人 然后送原稿 然后大家想要原稿的 可以去评论区占一层嘛 对不对 还是那句话 刷楼的抽出来也不给你 然后呢 大家现在可以去下面的 滚滚滚 滚到评论区 然后 然后先随便回复点东西吧 对不对 然后我就会抽空 抽出来一个人嘛 送一幅原稿 加了硬币才会给你原稿哦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加硬币 然后 还是 大家踊跃参加吧 对不对 反正就是 随便回复一个嘛 没准人品好的就抽中你了 对不对 然后 还是谢谢大家一直来支持吧 对不对 都这么支持我 弄了我都怪不好意思了 没准你 很容易 没准不受 是 然后呢 过几天呢 有可能 然后有可能就是我要去一个 一个地方去支教嘛 理论上说是支教 就去教教孩子画画嘛 然后我要去那看情况吧 如果那网络可以的话 我是尽量着 还是给大家 就是每星期再继续出视频嘛 当然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会很不好意思的 在屋里跟个傻逼一样吼的 然后呢 要是要那边 就是出现一点特殊情况 然后我估计这个视频 下一期就得跳票很久了 所以说大家先做好心理准备吧 然后顺便一提也不一定去啊 没准我就一直在带着 给大家做视频了 然后大家也是 先做个心理准备吧 然后尽量的我是 履行我的诺言嘛 对不对 每星期出一期嘛 对不对 男人嘛 说话就得做到 当然 有时候还是可以 你们懂的 赶紧加硬币 让我开心开心 然后呢 现在是等着给画甩了点点嘛 然后大家可能好多人都想问 这个甩点怎么甩才好看呢 然后你们这么问我呢 然后我就说 跟哥哥嘴一个哥哥就告诉你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其实这个甩点没什么好讲究的 就是随意就好 随意是怎么个随意法呢 就当这个画不是你的 你沾完颜色 沾完水之后 就在上面疯狂的一阵乱甩 甩完之后呢 然后你就可以趁它还没干的时候 赶紧用卫生纸 把你觉得不好看的点给吸掉 这样就比较能造成那种 比较好看的效果吧 对不对 然后最后还是拿白笔勾了勾 然后一会儿再加点细节嘛 对不对 基本上录完视频 我都会再补充点细节的 然后就差不多结束了 看了一个妹子戴着个圆眼镜 对不对 挺萌的 挺萌的 然后给大家 还是再看一下材料吧 每期都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颜料是白叶24色盒装 对不对 塑料盒装 然后呢 用的橡皮呢 是那个蜻蜓橡皮 大家都能知道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是笔 这一期呢一共用两支笔 一支澳洲松鼠毛的4号笔吧 忘了是4号还是6号 然后呢 再就是一支 华红的 迷龙面相笔 这个是4号 然后鸡肉送瓷盘子 然后 吃不定剩下瓶子 然后酒店桌子上拿的麻布 依旧那个屌丝的我 然后呢 这一期也差不多结束了嘛 对不对 这一段 这一段差不多结束了 然后上一地吧 然后还是非常感谢 大家能看到这嘛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是进入了那个抽奖嘛 对不对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抽奖的过程 好的 现在呢 进入这个抽奖环节目 对不对 上一期不是说好了 那个上首页就送圆稿嘛 然后确实上了首页了 对不对 然后就在录视频的时候呢 现在是1331楼一共 然后咱们以魔术的方式推荐 1330楼 这个抽中的是1067楼 看1067楼 好 这个 感谢这个叫 不一致的 对不对 然后在图像呢 是一只惊呆了的小兔兔 然后他这条回应的是 抽我 鬼我 2333 好的 恭喜你啊 小伙伴 你中奖了 诶 对 这样一个 然后抽空我会资讯他 问他要地址的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抽奖环节 就告一段落了 好的 现在还是依旧开始那个 大家心中的蠢熊嘛 对不对 这个环节 每期给大家放 然后这个是 卧槽 这是个啥 然后这一幅 为什么我是一个叔叔在这拐卖幼女呢 然后小熊其实是少女呢 啊 好吧 然后这个呢 是画环是我 二十几期的 挺好的 水手符即是正义 好吧 我腿毛挺硬的 去死 看我夺命 熊爪 点点点点 啊 这幅画挺萌的 画也挺棒 挺好的 然后这个 呃 呃 好吧 算我没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